在疫情区怀念暑假 报复性观光旅游旺季 为了让游客认识在地商家 以及周边的景点特色 花莲民宿协会与科技公司 携手运用AR扩增实境 和LBS地理定位技术 串联花莲民宿、伴手里等店家 用趣味的AR互动导览方式 期待让民众能够深度走访花莲 同时完成任务的时候 能够索取游会并参加抽奖 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指导 资测会数位转型研究所辅导下 花莲民宿协会与数位科技公司携手 五日上午举行花莲AR穿越时光机活动记者会 宣告将运用AR扩增实境 和LBS地理定位技术 串联花莲民宿、伴手里等店家 用趣味的AR互动导览 带领民众消费之余深度走访花莲 我希望说我们做这些事情 能够帮花莲做一些不一样的行销 那我跟自己讲要求说 我们不止29个店家 后面我们会继续的扩充 比如说民宿、饭店、饭收链、餐饮等等 我们希望在后面的时候会扩充越来越大 而且会说今天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 把整个花莲的行销部份工作出去 我们一开始想到一些人做了整个行销之外 我希望说对花莲的部分 所谓的方法整合部分 套入所谓商业模式 去做一些资源整合 然后最后面的一个商业模式 跟一个平台的部分 我们讲说明年 我们今年可会朝向这个方向去做些计划 贝亚的LBS和定位的模式 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像现在的被接触式经济 大家来到花莲透过自己的手机 你现场的定位大概一公里的范围 等一下大家可以带大家来实际的体验导览 就变成是说你可以在你的一公里范围内 去看到我附近的景点 哪些好吃好玩的 全部呈现在我眼前 那我第一步可以先做导航 所以都在我的附近会呈现出来 那通过导航模式 到了这个地方之后 可以玩一个简单的体验式的小游戏 得到优惠得到资讯 或者好像是一个随身导览你们的服务 在我的身边 那这次当然请出了一个花莲的大咖 就是这个我面家 其实陪伴大家就是一面体验一面有趣好玩 一面有一个很可爱的一个这个角色在我面前 在我旁边带领我去体验这所有的游戏 20家中小型店家包含民宿业者 餐厅业者 伴手礼业者以及户外活动业者等 期盼与寻宝方式将游客导引至店家 完成任务集点还可参加抽奖 同时带领店家发展新商机 想了解更多活动详情以及相关优惠 可上网搜寻花莲AR穿越时光机 记得长邦彦华联施报导